为了拍照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吗 桃园是新人 花园夜市前有民众像这样子 故意倒在马路上拍照 PO上网 而其中一个人还疑似是小朋友 危险行径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也引发网友一片骂声 有人批评是心智未成熟吗 有人说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幽默感 错误的危险行为也引发讨论 深夜时分两个人横倒马路上 但他们可不是出意外才昏倒 而是故意躺在路上拍照打卡 桃园市新人花园夜市几天前出现了这张照片 两个人穿越马路躺在分线上 还故意摆出昏倒在地的姿势 其中一人还疑似是为小朋友 危险行为让人看了直摇头 有网友将照片放上网路引发讨论 有人说都不怕被车子碾过吗 还有人说是心智未成熟相当幼稚 不过也有网友帮忙平反 认为在安全的状况下拍一张搞笑照 无伤大雅 警方提醒一时好玩拍照 不仅是拿自身性命开玩笑 也影响到其他用路人安全 借林住场桃园报导